原本大牌长龙的领药区 现在人数明显减少 原因却不是北京的这间医院 患者人数变少 这边都是智能化的东西 它是速度比以前快好多 扫码到叫大概有多长时间 几分钟吧 四五分钟 就确实管 原来确实等了半个小时 医院找来了高科技的得力助手 打造人工智慧的领药设备 利用软体运算 加上机器手臂拿药 以及补充药物 再透过传输带送药 节省病患的等待时间 也能把药师的人力 用在更重要的医疗服务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台 自动上药的这个机器 自动手臂 好炫酷啊 所有的操作 都是通过人工智能 通过这个机器手 自己来完成的 通过这个机械手臂 来自动分解 自动来上的这个机器里面的 我们现在可以 节省出来更多的药师 去做我们的这个药学服务门诊 而且医师的用药 也全部都会上传到资料库 进行系统整合 如果不同医师在用药上 有相互干扰的情况 AR系统还会自动提醒 海电区呢建立了区域人工智能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 如果遇到未提处方 智能系统呢 就会拦截报警 医师呢 会与药师主动进行沟通 上海医院的住院病房 也透过人工智慧系统 不必使用任何仪器 就能获取病患的呼吸心跳 等等的体征数据 超过1.33万个病患 都借由智慧系统监测 把住院监控不良的情况 降低50% 尤其重症病房 更需要类似的及时监控 以及数据分析 才能快速找到病因 AI就能协助医师 搜集资讯 并且提出诊疗建议 每天呢我们说 重症病人会产生 大量的这些数据 那么以前我们会 消耗大量的时间呢 去整合去分析 这样呢就会浪费 我们医生很多的精力 智慧重症系统 可以帮助我们 自动的去整合 处理 分析这些大量的数据 同时呢还能自动生成 医生可以决策的 有效信线 不需要再投入 大量的时间成本 整理各种数据 就能大幅减轻 医护人员 伴重的工作内容 使用一年多来 每日计算医务人员 工作时间近95分钟 我们还把它应用到 动态管理每一位 重症病人的规范化 诊疗过程 类似的监测也能应用 在居家照护 硬币大小的监测仪器 协助糖尿病患者 及时监控血糖 蓝色代表高的 绿色代表低的 特别方便 特别好查 通过了一个传感器 把患者监测的血糖 实时地传给医务人员 或者是他的家里的 亲戚朋友 还有医院把人工智慧 结合虚拟实境 增加复健的成效 这一台呢 就是我们上次康复机器人 它有VR技术 通过手和眼的一个训练 对患者的偏瘫 认知功能和言语功能 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我们还有手指康复机器人 竹槐康复机器人 以及覆盖患者 全身 以及全周期的 多种康复机器人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 中国大陆AI医疗市场的 成长速度 大约在40%到60% 比起全世界 相关产业的成长速度 要高出一倍 预计2025年 中国大陆35%以上的医疗机构 都会采用AI演算支援 预测性医疗模型 AI医疗核心软体的市场规模 将有望达到将近180亿人民币 不但治疗服务 将出现明显的变化 结合医疗生计的人工智慧商机 也会跟着持续扩大 TVN新闻 综合报道